当我拿着这套家伙拍摄素材时 我却成了别人的拍摄对象 回头绿那叫杠杠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我们来一个特别酷的评测 就是这四款运动相机的横屏 GoPro8 小头的MAX 印子360的1R 大江的Action 这次的评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当我和大家立下flag之后 我就开始着手准备 那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把四个运动相机固定在一起 先开始发愁了特别久 不知道怎么去组合 然后最后变成这样了 是用了两个幽兰子的一团 专门运动相机的 然后两个幽兰子的小的怪手 然后再加了一个手柄 评测的时候就可以一拖四的去拍摄了 这种固定方式肯定会影响视角 还有就是转弯时候的一些效果 那么在这里大家仅供参考 我只想把我自己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人是一种感光动物 我们先不说它的性能怎么样 起码在外观上 我们看着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如果让你选择这四款运动相机中 你看着最好看的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那么弹幕中请留下你的答案 如果我选择 我觉得最好看的也就是inst360-1R 因为红黑色的搭配非常显眼 就像红圈头一样 让人眼前一亮 其他的都是灰黑色为主了 当然前后双屏幕会在自拍的时候更加方便 虽然GoPro 8 Action 小图的Max 前面都有一个屏幕 但GoPro 8只能看到一些黑白的参数显示 不过最近GoPro 8也推出了媒体配件 其中有一个就是可以自拍的小屏幕 Action和小图的Max 是可以实现前后屏转换的 而inst360-1R 也是可以改变为自拍模式 不过需要你把模块化的屏幕 拆下来再重组一下 这个转换速度就呵呵了 后面的屏幕直观上看起来最好的就是 大疆的Action 屏幕最大 看起来也最细腻 其次就是GoPro 8和小组的Max 只有inst360-1R是一个小方块 查看图像或者操作设置 确实是小了些 当然这也是模块化的限制 我觉得inst360-1R 虽然可能在转换屏幕的时候 需要把它拆下来 但是它有一点是其他运动样机 不可以替代的 它可以更换全景的镜头 也可以拍出360的一个效果 运动相机大多是独特的运动相机接口 GoPro把之前的接口直接折叠到了内部 而Action和inst360-1R都是需要安装保护壳之后 才能进行固定的 小组的Max是唯一一个在底部留有四分之一螺丝口的 看似方便 但是市面上运动相机的配件 还是标准的运动相机接口 享用配件还是需要安装上一个转接配件 而四分之一的螺丝口 安装上三脚架或者是安装其他配件 那么电池舱和卡舱就别想打开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其他的运动相机都是在中间集中的去固定 然后只有它 它的这个接口是靠右下 靠右下一点 所以如果有强迫症的朋友可能会很难受 你知道吗 看完了机身的外观 我们就来说说它的性能 如果按画质排列的话 个人觉得GoPro 8画质最好 然后依次是大疆的Action 然后inst360-1R 最后是小徒的Max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兵衡我都设置成自动 GoPro 8明显偏暖些 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四个运动相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画质 防抖 我觉得这是运动相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组测试 第一组测试 是关闭所有运动相机的防抖功能 第二组开启标志的防抖 四个机器因为都是电子防抖 所以分别对画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切 但可以看出来 GoPro 8的视角还是可以保持分光的 第三组开启增强防抖 画面呢都确实更稳定了 但是裁切更大了 GoPro 8在部分拍摄模式下 还有更多的防抖模式 新增了增强防抖2.0 防抖效果敢说第二 没有敢做第一的 大家的Action只有防抖 或者是不防抖的设置 其次就是Instit360的YR 多了一个室内暗光防抖 忘记设置也没有关系 后期导出也是可以重新设置的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 弱光的夜景拍摄效果 当我举着这个玩意儿 在人山人海中穿梭时 我变成了这条街最亮的仔 GoPro 8的效果呢 稍暗一些 但噪点比较少 画质相对不错 Action 暗光表现稍差一些 饱和度偏低 弯而亮度不错 有噪点 色彩偏冷一些 小厨的MAX 涂抹感比较严重 饱和度也偏低 搅拌感比较重 其实我觉得这四款运动相机 作为一个拍摄Vlog的辅助工具 或者拍摄工具都没有问题 吃喝玩乐都可以进行拍摄 但是有一点 这四款运动相机 都有自己的最近最小距离 所以你要是拍摄一些细节 或者是太靠近拍摄的话 它是对不上焦的 除了画质 我们肯定要面对镜头说几句 那么通过下面一条对比 分别来听一下 它们内置麦克风的收声效果吧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四个运动相机的收声 我们也不外接其他的麦克风 然后也不用其他的软件进行处理 我们现在听到的 就是它们内置麦克风的收入声音 因为我在的环境也比较特殊 像我这边 在施工 所以有很操大的声音 这边也是 所以我们就用那么特殊的一个场景 大家来听一下 我声音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GoPro8它的收声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好 还可以配有媒体套件 非常方便的安装 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专业收声效果 不用像之前需要购买一个碍事的转接线 然后也不好固定 大家的Action的收入声音也还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需要更好的声音 那就需要购买一个转接头 不过最近第三方厂商也推出了很多直接可以连接Action的麦克风 In360-1R 在录制这段的时候 感觉有些爆掉了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AirPods进行无线收录声音 或者外接麦克风 小图的MAX 内置麦克风本身效果对比不是很好 但标配里有一个外接的麦克风 而且不用音频转接线 急插急右 这点还是挺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四款运动相机的续航 对比了四款运动相机的电池容量 其实上下差不了多少 容量最大的是小图的MAX 但是耗电稍微快那么一些些 而GoPro8耗电最少 大疆的Action和In360-1R差不了多少 因此360-1R可以选配更大容量的电池模块来增加续航 所以你想整天的用运动相机进行拍摄的话 那需要多准备几块备用电池 这里还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可以用优兰子的这种手持充电宝 来提高运动相机的续航时间 而且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手柄 方便我们进行拍摄 当然在这里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我就不一一说了 因为实在是不常用 比如说什么语音控制 我相信99%的人拿到机器肯定都试过这功能 但是之后就一直没再用过了 四款运动相机都可以防水 拍摄慢动作或者是拍摄延时效果 一个产品的好坏我们总是说性价比性价比 那么我们说完了性能了 那么价格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钱包里还剩多少银子 这个价格参考时间为2020年的8月份 GoPro 8的市场价格大概在2598元 大家的Action在我制作这期视频的期间 从2499降到了1799 因此3602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模块化的设计 所以它可以组合很多品种 那么单独一个4K版本是1998 如果4K版本加360全景相机摄像头 大概在3198 当然这里我们先不说一英寸版本的模块 因为我手里没有 然后小竹的MAX市场售价是1199元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得到更好的画质和稳定的效果 那么GoPro 8是首选 但是你要容忍它的无故死机 或者是过热保护 然后不能开机 解决方法是时不时的扣出电池进行重启 大家的Action 双面屏幕可以让自拍更加的方便 但是防抖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防抖和GoPro 8一样 那就绝对完美了 因此3601R防抖也是不错 就是需要后期通过软件输出一下 有些费时间 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输出的时候 再选择是否开启防抖 或者是重新选择不同的视角 它的优势就是通过模块化的设计 变成一个全景相机 让你的画面更加的丰富 最后是小竹的MAX 它的价格非常诱人 如果你的预算不足 又需要一个运动相机的话 那么性价比可能就是它的优势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我们对这四款运动相机的一些上手体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请留言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小九 我们下期见 拜拜